美日同盟将可能随着安倍访美而强化稳固 而台湾则是传出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 将在24日前往中国大陆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 学者董立文分析 习近平选在两会之前与连战会面 凸显习近平对台策略已经定调 另外马总统也在今天与连战会面 就连战登陆交换意见 连战将与习近平会面 对此学者董立文指出 习近平选择会面的人选与时间点 都透露习近平对台策略方向 董立文分析习近平选择与连战会面 意在向马英九释放两岸以达政治对话的时机 应该是会用更强的力道吧 会有更强的力道出现 邀请连战就是其中力还 也是对马英九表明说连战才是北京所认定的 国民党跟国民党打交道的首要对象 马总统则是将连席会定调为民间交流 并在连战出发前就两岸问题交换意见 因为事实上连荣誉主席要出发去跟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 这件事情马总统已经知道 总统对于连荣誉主席这一行 要用民间的身份访问中国大陆 是表示乐观启程的 不论是不是界定为民间交流 连战在两会前 与习近平的会面 已经成为各界观察习近平对台政策的风向球 新唐里的电视 曾一豪 陈真 刘兹营 台湾台北报道